华为,近段时间,围绕住中国华为,西方国家上演了一出好戏,多个国家对一个民间企业出手,让不少人都感到诧异,这个企业难道真的有这么强?让多个国家对其发展是甚之又甚,极为重视。 但是,就在近日,有日本人指出了真相,是的,美国企业真干不过华为。据参考讯息援引日本报道,日本选择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,美国恐惧华为的真正原因,对近段时间有关华为的事件进行了分析。 该篇文章表示,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对付一个民间企业,这非常恶劣。同时也说明出了一个问题,美国真的非常害怕华为。那华为真的有这么厉害吗?日本人在文章中表示,尽管华为是一家专注于民用技术研发的企业,从未踏入军事领域一步。 但美国高层却表示,华为是最应该警惕的企业。其采用全球最先进的7纳米机体电路制成工艺研发的麒麟980,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晶片。据悉,华为的研究人员就占据其员工总数的45%,仅2017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就高达约870亿元人民币。 而这个投入,几乎是英特尔和高通投入的总和。 日本人称,目前能够在研发投入方面,与华为单条和公司,仅有苹果和谷歌。 美国也没有能够与华为的研发能力相匹敌的企业了。 有意思的是,在去年年底的时候,美国福布斯也表示过,美国之所以对华为下手,就是因为华为太成功了。 从目前世界上的手机晶片排名来看,在华为拥有了麒麟980之后,它在晶片能上也有了同高通、苹果这种巨头一较高下的能力。 而华为的投入还不止于此,在半导体、5G通讯和人工智慧领域,华为都有助巨大的投入,几乎涵盖美国整个半导体行业。 这也让我们想到,此前网上曾有人发帖,对比中外地铁上的乘客。 该博主表示,中国人在地铁上就知道玩手机,而西方人却是在看书,这就是中国同西方的差距。 结果,这立马就遭到另一位博主的打脸。 是的,直到一个叫WhoAway的邪恶中国公司,让他们用上了四季网络,然后,他们就全堕落了,截图。 从上面也能看出,西方没办法解决的事,华为却解决了。 由此,也似乎证明了,华为确实是被西方一些企业要优秀。 对此日本人表示,以IBM和通用为首的美国顶尖制造业企业。 由于陷入了剧烈的竞争,而使利润变薄,从而他们开始转向了服务行业。 因此,日本人称,美国现在正陷入到一个悖论当中,越是顶级制造业,在生产环节就越依赖中国制造业的空洞,让美国在安全领域隐藏的风险正变得越来越重。 这也意味着,就算美国能设计研发最先进的装置,但到量产阶段却不得不依靠中国,而这正是美国所面对的现实。 而排工表示,华为是整合了从设计到量产所有系统的公司,值得畏惧,至重。